讲一下那个 Create和Make 那个创造 Create 创造吗 对对 创世 就是今天不是有个Make Make 也是 OK我们看一下那个是在第几节 有吗 老师是昨天的吧 今天好像没有 OK Create和Make没有 要看你在用什么 如果说是你创造一个东西 我自己创造 我现在发明创造 从无到有 那是Create Create OK 我们今天讲的那个可能是 Make 你的Maker He is my Maker 他把它做出来的 Make 是做出来 神把我们造出来的 OK Create Creator 有没有 Creator 他是我们的创造的人 创造 造物主 Make跟Create 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差别 在圣经上面来讲的话 就是只有他一个人 他创造了我们 OK 在一般的英语里面的话 Create 我现在画一个画像出来 这是我特有的 我自己创造出来的 这是Create OK Make 比较是 比如说 没有太大的创造力的东西 我做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现在 做水饺 Make 我做一件衣服 Make 我把外面的篱笆做上 那是Make 但是如果你的篱笆 与别人特别不一样 人家都用竹子做篱笆 你特别用一种先进的材料 画了特殊不一样的 那就是有Create在里面了 他是创造这个东西 他有创造这个东西 老师是不是Create是原创 不一定 你现在要讲 你做一个什么东西 比如说 我们现在都来做水饺 都来做面 这个东西绝对不会用Create 你如果用Create 给人的感觉是说 你包的那水饺 别人包不出来 你包的那水饺 特殊特殊的花样 你用别人没有的材质 做出来的 这个是Create 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水饺 只是你的Sher不太一样的话 你不会用Create 你用Make 我来给你做面吃 我给你包水饺吃 我给你做包子 做馒头吃 都是Make 我做蛋糕Make 但是我这个蛋糕是非常特别的 OK 全世界只有我用这种方式 你以前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女的 她把任何东西都可以做成蛋糕 你看起来好像桌上有一台电话 一个土耳其的蛋糕师傅 他一切开原来里面是个蛋糕 但外形上完全仿真 就像一个真的电话一样 他这种蛋糕没有人做得出来 他很特别 他甚至把一台电脑 你乍看以为一台电脑放在你前面 就一切开 哦这个是个蛋糕 他可以仿真到这种程度 那这个东西是非常特别的 所以Create跟Make 在某些程度上是不一样的 老师那个creator就是原创的意思 make可是这个也可以制造 creator是我们的造物主 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人 我们叫他creator 老师就是这个creator是不是从无到有 就是原来的这个材质和后头创造出来的东西 就是完全不一样 叫creator 不一定 如果今天做水饺 你永远不会用creator 除非你这个水饺 非常非常刻书 别人都没有 你才用create 所以跟你什么从无到有什么 没有绝大的关系 他的你不要忘记create 最重要的意思是 他是创造 就是别人没有这个东西 这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东西 我现在做个面给你吃 我现在做个什么东西给你吃 但是我的面 比如说我现在随便讲 我现在创造了一个火龙果面 那个面做出来是粉红色的 别人没有 只有我有 而且我把它做的那个口感 做的像粉丝一样 这个绝对没有 别人都没有 我可以说我create了这个东西 我创造了这个东西 如果你只是简单的 我现在给你下一碗面 我做一个面条给你吃 我做个水饺给你吃 做个包子 做什么东西 永远都是make 不会用create 那个商品的 那个上面就写的是 你made 或者是美国这些 这个 那是指说这个东西在哪里做的 你造的是吧 对 比如说你现在美国进口的标签上面 要求 这是美国要求 你进口的时候 一定要有 国家原产地 right made in China right 一定要用made 这件衣服 这件裤子 它在哪里制造 made in China 所以跟create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我现在画一幅画 我用一个特殊的材质 特殊的东西 别人没有的东西 我去做的时候 我就可以用create了 OK 好 有没有别的问题 没有了老师 谢谢老师 好 thank you 谢谢老师